以物品散乱一片 还有大量血击 建筑受损严重 看得出当时战况激烈 这栋位在叙利亚西北部 伊德利部省阿特梅赫的三层楼建筑 就是伊斯兰国首脑哈希米的躲藏地点 美军在三号展开突击行动 派出战机掩护三架直升机 并派出约三十名特种部队成员 进入建筑物内展开三小时的激战 在美军步步进逼下 哈希米引爆炸弹背心 将自己和家人炸死 美军则是全说安全撤离 不过炸毁了一架机械故障的直升机 情报显示建筑物内有平民 所以为了降低伤亡 美军没有选择空袭 而是采取突击行动 并且事先撤离了十人 叙利亚人道救援工作者统计 这场行动至少造成十三人送命 包括六名孩童四名妇女 当美军行动时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 在白宫战情是紧盯状况 看到美军顺利从建筑物撤出一批孩子时 官员都松了一口气 高级官员还透露哈希米引爆炸弹前 居然把家人当成人肉盾牌 这场行动经过长期计划 规模于2011年 美国刺杀盖达组织领导人 刺杀哈希米则是拜登上任至今 最高调的反恐任务 拜登说这场行动是要告诉全球的恐怖分子 美国一定会找到他们 华视新闻普一节编译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